2023台湾创新博览会在台北登场 今年一共展出了上千项的创新技术 其中在蔚来科技馆更聚集了全球最新的科研技术 汽车行进道路坑洞时 透过智慧电子避震系统感测 就能及时调整避震器 提升乘坐舒适度和悬吊耐久性 这项技术已经链接国内产业 成为蔚来科技馆的一大展出亮点 车辆一出厂它就已经固定好它的悬吊的系数 所以当你过坑的时候 其实它没办法去做任何的改善 所以如果你透过这个的话 它其实可以根据不同的坑洞的大小 甚至积水的大小去做调整 今年2023台湾创新博览会打造蔚来科技馆 锁定三到十年的蔚来科技趋势技术 其中半导体专区展出超过30项蔚来晶片的突破性应用 如果我要拿一个iPhone手机 那这时候我想要去偷拍它 所以这时候我的眼镜直接会闪出这个绿色的光斑 去提醒你说有人打算去偷拍你 像是运用全新成像技术捕捉不可见光的讯号 并进一步整合在穿戴式眼镜内 就能延伸视觉极限 看见无法感知的红外波短能量 我们这个技术基本上我们用的是有机的半导体材料 未来你的眼镜就可以及时去看所谓的 你正常生活的一些环境 有没有一些不可见光的一些光源 开幕第一天现场还举办半导体创新应用论坛 针对半导体的科学突破以及创新应用进行主题演讲 要将专业知识科普化 让民众更轻松认识台湾卓越的创新能量 东森新闻学家康小景云在台北采访报道